为了爱心画虾,走狮狗狗找到了 听到陈小姐的呼唤,走狮多天的爱犬傻豆,马上开心地咬着尾巴 上周一台中的陈小姐将傻豆寄放在朋友家 没想到朋友忘了关门,傻豆突然冲出去,不见踪影 当天她和朋友到处找,有人跟他们说 傻豆往水南市场的方向跑去,但怎么找都找不到 隔天他们四处张贴寻狗海报,又透过脸书协寻,还制作寻狗看板 从上周三开始,天天到水南市场旁举牌,希望引起路人注意 举牌的方式让很多人知道,可能告诉自己情况好,有说我们在找狗 用这样的方式,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点光调了 只能一向中的方式,然后看会不会感动一些人 后来有朋友知道艺人Ella,之前曾帮网友找回一只肘丝的狐狮猎犬 于是将找傻豆的讯息传给Ella,请她帮忙 上周四,Ella在粉丝专业转贴讯息后,没想到捡到傻豆的赖心男子 她的姐姐刚好是Ella的粉丝 在看到讯息后,马上看陈小姐联络 然后我就冲出海底,然后一看到之后我就找傻豆 对,一看到她也非常开心,她觉得她也非常开心 我非常感谢 Ella昨天说,脸书不仅只是分享自己的心情而已 也可以帮助别人 她希望未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动新闻,Ella做好事,有口碑油,报导